16号下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 欢迎德国总理舒尔茨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 军乐团奏德中两国伯歌 名礼套十九响 舒尔茨在李强陪同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随后两国总理观看仪仗队分裂式